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 《寻摆墙看中国》大型融媒体活动 走进甘肃高台和新疆招苏 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特色产业 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中部 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高台县 是全国重要的商品量基地 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 也是全球八条候鸟迁徙中亚通道的中转站 近年来 高台县充分发挥风光热资源优势 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 着力培育壮大综合能源产业链 打造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产业基地 到十三五末的时候 我们高艾滋滩光复产业园区 入住企业六家建成并往318兆瓦 累计发电30.2亿度 到目前我们高台县的新能源装机容量 达到了111.7万千瓦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昭苏县 是有名的伊犁马发源地 有中国天马之乡的美誉 进入东咸 昭苏县结合良好的冰雪资源 开展天马踏雪 姑娘追等活动 赛马 雕阳等大大小小的马赛事 也在各乡镇木区热热闹闹地进行 截至2022年底 昭苏县伊犁马存栏达到14万匹 有伊犁马育种核心群1400匹 年供应各类种马400余匹 马产业发展 以从繁育 骑乘 产品加工领域 拓展至文化旅游 体育赛事等多个领域 终權 嗯 嗯